到底有钱人是怎样教小朋友的呢? 今天我儿童心理学博士Rosa 就会根据我过去14年 教了超过一万位学生的经验 去和你分享 有钱人到底在教养上 有哪三大秘密 帮助你教出成功的小朋友? 第一点 就是有钱人他们在教导小朋友的时候 很着重小朋友的英文能力 和数学能力 必须要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平 虽然今时今日我们有人工智能 又或者说很多工作 可能会在未来被人工智能淘汰 但其实上流社会的人 他们都很清楚 无论未来小朋友要做哪一个行业的职位 甚至有机会这些职位 可能今时今日我们都暂时未看到 但人和人之间良好的沟通 必须要是来自良好的寓文能力 所以其实上流社会的人 都会很要求自己的小朋友 必须要有良好的英文能力 就算今时今日我们说有人工智能 其实人工智能这一类的软件 都很要求使用者需要有良好的英文能力 然后才可以给到清晰的指令人工智能 去帮他做事 说回数学能力 其实上流社会的人都很清楚 一个小朋友必须要对数字敏感 未来他才能从事有关经济 或者finance类的行业 举个例子 我自己都认识一位 在英国很多年前 四十几五十年前 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男士 他自己所教出来的小朋友 就是今时今日的亿万富翁 而这位爸爸其实就是小时候 很强调小朋友必需要英文和数学能力 都要是良好的 而这位男士今时今日的小朋友 就是从事finance的工作 例如一些投资采矿 采不同金属的行业 从而帮助他成为一位亿万富翁 好有趣 这位爸爸在两位小朋友 小时候都确保他们的英文能力 是要非常好 他甚至是要确保 小朋友在能够回小学之前 就已经起码英文能力 是必须要懂得基本的对话 甚至已经能够懂得少少基本的认字 因为他当时就说了这句话 他就说 小朋友如果他在回小学之前 他能够已经懂得基本的对话 和懂得一些简单的认字的时候 小朋友去到学校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原来我的英文能力 比起其他同学 原来挺不错的 他就认为这样是帮助小朋友 起码对英文没有抗拒感 甚至还可能会对英文有兴趣 我们也看到这位爸爸 现在栽培出来的小朋友 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了 第二点 上流社会的家长很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把所有东西白白给小朋友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国家 在你一出生 就已经会给你一百万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也挺好呢 其实我所说的国家呢 就是杜拜了 杜拜呢 其实呢 如果你是他的子民的话 其实呢 只要是本土人的小朋友一出生 就已经可以获得一百万的了 但是这个方法又是不是没有弊端呢 其实呢 慢慢呢 不同的数据都显示 其实呢 杜拜他自己的子民 有时候呢 可能他的基本的数学能力 都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就是当不少杜拜本地的人 其实呢 看到我们亚洲的人 那个心算的能力那么强呢 他们简直呢 说得我们是天才 而这一件事呢 我自己最近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因为我最近自己都去了杜拜去旅行 就真的会意识到呢 其实一个国家 给你最好的东西 让你白白呢 就算你一出生 就给你很大量的金额 其实真的未必是一件好事 同样地 其实上流社会的人呢 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都知道呢 如果小朋友 他们一出生 白白就可以获得很多东西的话呢 其实小朋友就会 不懂得珍惜了 甚至呢 还会得寸就尽尺 反而还会觉得很多东西 是父母应该给自己的 自己整个人生呢 应该不用努力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当我们去看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的法迹史啊 或者他们在教养上的一些方针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 其实他们都挺坚持 不要让小朋友不留意 第三点 成功人士在教养小朋友的时候呢 都会很强调 希望小朋友不要自怨自艾 其实呢 成功人士都很明白 我们其实怎么和自己沟通 是会影响自己怎么看一件事的 所以呢 他们呢 其实就会教小朋友 我们做人呢 不要只是觉得 啊 天对不住自己啊 或者 哎呀 社会没有给我机会啊 其实呢 他们很常挂在后面的就是 啊 我们在这件事上看看 我们有些什么是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怎样出力去改变这件事 其实你看到呢 很多的成功人士 他们可能由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都经历很多苦难 他们可能小时候呢 都曾经经历过很多痛苦 那所以他们很深刻明白的就是 其实他们自己都是这样捱过来的 他们都很希望呢 小朋友能够学到这一种精神 就是我们在一件事上 我们呢 不只是自怨自艾 只是懂得抱怨 外面这个世界 或者外面的人对我们不好 而是呢 都去看一下 在这件事上 我有些什么是我可以负责任的 有些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那所以家长 我们都要看一下啊 我们自己平时 在我们和小朋友沟通的时候 都有没有帮他一起看一下 在这件事上 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你是不是都很想教出成熟成功的小朋友呢 只要你的小朋友是三岁以上 快点去我们的 happyyoufamily.com 我们在happyyou教育平台上 有一个故事叫做 小镇的一个晚上 切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的小朋友会学到 我们做人 不要只是自私地看到自己的角度 其实我们都要一步一步学习 站在他人的角度 去了解对方的需要 这种能力呢 其实都可以帮助小朋友 解决人和人相处时候的纷争 快点去happyyoufamily.com 让你的孩子 通过不同的中英对照的故事 学习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感谢观看